人生百態 娛樂開懷 歡迎收看《談笑餘生》 對於許多教徒來說 寺廟是佛門重地 也是心中最嚮往的純潔之地 然而 有人卻在寺廟中過上了極其傳奇的生活 從人人尊崇到後來鋼鐺入獄 一個尼姑究竟犯了什麼大忌才會被如此對待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賈尼姑 世智定的奇幻人生 世智定原名史艾文 1967年出生於中國吉林省的醫護普通人家 他的家庭並不富裕 甚至可以說比較拮据 也許是因為出身不好的緣故 史艾文很早便對金錢有著強烈的渴望 總幻想著有朝一日能賺到很多錢 擺脫現在的生活 實現所謂的財富自由 然而 殘酷的現實卻將他的致富夢積得粉碎 由於沒有太高的學歷 也沒有過硬的技能 他只能靠打零工勉強度日 儘管每天累得筋疲力盡 但賺來的錢只能糊口 根本不足以實現他所謂的致富夢 既然在內地無法實現自己的夢想 那就索性去外面闖一闖 說不定能創造出屬於自己的財富王國 1993年 史艾文不顧家人的反對 毅然決然地從內地前往香港 尋找新的出路 那個年代的香港很是繁華 內地有很多人過去經商 工作和學習 所以史艾文並不算特例 可問題是 到了香港之後就真的能一飛衝天了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大城市的機會雖然多 但想要抓住卻也不是那麼容易 而對於剛到香港的史艾文來說 最讓他揪心的並不是所謂的學歷和本領 而是戶口 作為一個外來務工人員 史艾文沒有本地戶口 所以他也就不能享受香港本地市民的待遇 所以戶口問題也就成了史艾文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 能否在香港扎根 就看能不能拿到當地戶口 可問題是 怎樣才能獲得當地戶口呢? 在經過一番打聽後 史艾文得知 只要跟一位本地香港人結婚 就能獲得香港戶口 很快 在朋友的撮合下 史艾文和一位姓陳的貨車司機結了婚 順利獲得了香港戶口 並改名為隆恩來 然而 這僅僅只是他計劃的第一步而已 婚後 史艾文的生活並沒有多大的改觀 雖然不愁吃穿 但這跟他夢想中簡易玉食的奢華生活 還是有很大差距的 尤其是在看到香港那些富太太們的生活後 更加激起了他追逐財富的慾望 於是 在拿到香港戶口後 他便向丈夫提出了離婚 後來 機緣巧合之下 史艾文開始打起了寺廟的主意 他聽說 每年光是鄉客們捐贈的鄉油錢 就能夠達到幾百上千萬 寺廟中的僧人生活得非常滋潤 於是 在2002年的時候 史艾文來到了香港寶蓮寺剃度出家 賜法號施智定 他的師父是寶蓮寺的第六任住持 初會大和尚 進入佛門後 施智定便展現出了高超的學習能力和悟性 師父也越來越喜歡這個聰明伶俐的弟子 對他很是關照 並有意將他培養成自己的接班人 然而 殊不知 史智定平日裡的這些行為舉止 都是刻意偽裝出來的 目的就是為了能成為初會師父的接班人 從而實現他發家致富的夢想 後來 史智定成為了定會寺主持 此時的他已然迎來了自己人生的巔峰時刻 掌握寺廟大權的史智定 終於可以正式開啟他的致富之路了 他不僅花重心為自己在寺廟裡建了一間豪華的屋子 還配備了各種豪車 原本的佛門聖地 已然成為了他享樂的後花園 而最讓人氣憤的是 在穿衣打扮上面 史智定也絲毫不像一個僧人 甚至還在袈裟裡穿黑絲襪 讓人無法理解 外人看來 定會寺只是一個殘舊不堪的破寺廟 到處受到白蚁的侵蝕 牆堤已經發霉變黑 地磚也因破損開裂 看上去一幅破敗的景象 據說 在這之前 曾有地產商表示花上億元收購此地 但被市智定給拒絕了 大有視金錢如糞土之意 但其實 這一切只是為了粉飾虛章而已 拒絕富商的要求之後 她時不時在教徒們面前哭窮 最終不費吹灰之力 就得到了許多募捐款 也開始了她極為揮霍的生活 據曾進入過女主持市制訂房間的善信說 屋裡有九個大小不同的衣櫃 以及專門用來放置護膚美容用品的櫃子 不僅如此 裡面還設有私人浴室 衣櫃裡還有大批外國名牌化妝品 皮鞋等等 但是接下來 市智定遇到了一個狠人 不僅讓其東窗事發 還將她的驚天醜聞公罪於眾 這個狠人就是翁靖晶 翁靖晶是個奇女子 在湘江市赫赫有名 在16歲進入演藝圈 和張國榮合作過電影《楊過與小龍女》 在影片中飾演小龍女 她兩次嫁人 對方都是響當當的人物 一嫁邵氏名導劉家良 二嫁何東爵氏曾孫何游彪 後來翁靖晶考入香港大學法律系 之後開了律所 成為一名律師 翁靖晶是個學霸 一路讀到了中國政法大學的博士 同時她還結合律師從業經驗 以香港著名罪案為題材 主持電臺節目《危險人物》 2004年翁靖晶推出系列從書《危險人物》 還請來正在監獄服刑的香港賊王葉繼歡作序 由此可見 翁靖晶的實力和地位非同一般 翁靖晶信佛 便認定了世之定 面對這樣一個成功人士 世之定沿用了她一貫的伎倆 哭窮 翁靖晶也頗有俠女風範 一片赤城的要幫忙 於是她弄了一個網站 利用自己的號召力 為定惠寺籌善款 有了翁靖晶的背書 好心的佛教徒無條件相信 紛紛慷慨解囊 之後 香火前像紙片般源源不斷地向世之定飛去 翁靖晶也成為了定惠寺的董事 可翁靖晶哪有那麼好糊弄 既然主持籌籍善款 帳本自然都要親自過目 瞭解每一筆款項的去處 可她一看帳本就發現不太對勁 定惠寺的開銷是連年成倍的上漲 光是雜費一項 就從2009年的9萬元暴漲至2015年的129萬元 過去6年間 維修費一共花了270萬元 按理說 花了那麼多錢 定惠寺應該修善得當 但寺院還是破破爛爛 與此同時 翁靖晶也收到了定惠寺的義工 善信們的抱怨和投訴 因此覺得這裡必然存在著很大的問題 要追查到底 於是請了私家偵探 通過抽絲剝繭的調查 才發現了定惠寺的驚天秘密 原來 市值定表面上看破紅塵 無欲無求 實則過著只醉金迷的生活 她用的是最新款的蘋果手機 寺院內的辦公電腦也是蘋果的 不但沒有每天早晚誦經念佛 還經常帶著徒弟外出逛街吃飯 市值定的房間裡還養了兩條狗 一個月光是狗糧就需要花費5000元 而且也根本就不住在廟裡 她白天在寺廟 晚上則坐著豪車 回到位於香港豪宅區壁華麗山的別墅 這棟別墅是以她的徒弟 寺廟會的名義斥資3950萬元巨款購入的 隨後 翁靖靖順藤摸瓜 發現了更大的醜聞 市值定在出家後 竟然還先後和兩個和尚登記結婚 2006年8月17日 38歲的市值定與23歲的內地商人劉建強註冊結婚 劉建強早年已在內地出家 借結婚成功來到香港 獲保蓮寺賜法號為市值強 6年後 在市值強成功取得香港戶口後 兩人就辦理了離婚手續 2012年 市值定和內地的男教師高五國登記結婚 這個高五國也是個出家和尚 結婚後 市值定還幫他引荐到保蓮寺擔任高職 改法號為市值光 事情敗露後 翁靖靖質問市值定 你一個尼姑 為什麼先後跟倆和尚結婚? 對此 市值定解釋說 我是假結婚 目的是引進內地人才 這個藉口真是可笑至極 這件事在香港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還牽扯到了保蓮寺 保蓮寺收留市值定的兩任丈夫 自然脫不了干系 而且 據善信反映 這幾年間 保蓮寺發展得非常迅速 越來越商業化 佛門境地卻被一個假尼姑弄得屋簷漲氣 自然引發了民眾的不滿 於是最終 市值定其現任丈夫市值光徒弟寺廟會 及一名印庸被依法逮捕 之後香港整頓了許多違規寺院 也驅逐了一眾圈錢的和尚尼姑 《金剛經》有雲 一切有違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易如電 應作如是觀 如果沒有遇到克經翁靖經 市值定也許仍舊過著灰金如土的奢靡生活 但他怪不了翁靖經 要怪就怪他自己無止境的慾望 佛曰 世間一切物質慾望都不過是夢幻泡影 過眼雲焰 如此看來 人心實在是複雜 而能否被真正叫化 大多也是要看個人內心對善的追求 不然 市值定多年深受熏陶 怎麼依舊沒能逃脫凡塵俗世中物質享受的誘惑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 歡迎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內容記得訂閱點讚 我們下期不見不散